挂蛇天族,古时候,有一群人去别人家里帮忙祭祖。 祭祖以后,那家人家把祭祖用过的一壶酒送给他们喝。 一壶酒大家喝,谁也喝不痛快,于是大家都同意,干脆让一个人喝。 可是到底让谁来喝这壶酒呢? 有人提议,每个人都在地上画一条蛇,谁画得快,酒就归他喝。 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好,都同意这么办,于是就纷纷在地上画起蛇来。 有个人画得很快,一转眼,最先画好了,就拿过酒壶准备喝酒。 他再回头看看别人,都还没有画好呢。 那人心想,他们画得真慢,我为什么不再多显现自己的本事呢? 于是,他左手拿着酒壶,右手捡起一根树枝,给蛇画起脚来。 嘴里还得意洋洋地说,你们画得好慢啊,我再给蛇画上几只脚也不算晚呢。 正在他一边画着蛇脚,一边得意地自言自语的时候,另一个人已经把蛇画好了。 那个人马上把酒壶从他手中夺过去,说道,你看见过蛇吗? 蛇是没有脚的,你为什么给他添上脚呢? 画上脚就不是蛇了。 所以,第一个画好蛇的应该是我,而不是你。 说完,那人就仰起头,咕咚咕咚地喝起酒来。 给蛇添足的人,无话可说,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那壶酒喝了。 画蛇添足的故事,对许多同学来说,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到了。 你是不是能够温固而知心,从中得到新的体会呢?